军武速帝 军情必达 作为世界上拥有较大规模海军陆战队的国家之一 我国历来都十分重视其装备的建设与发展 特别是对于两栖装甲装备来说 当代中国海洋将土面临的安全形势复杂 对武器装备的两栖作战需求与日俱增 早在60年代便搞出了六三式水陆坦克 到了90年代中期 台海危机带来的实际需求 催生了对六三式进行海上作战性能的改进 诞生了六三A 进入新世纪后 解放军装备得以更新换代 速度更快 火力更强的05式两栖战车家族全面入役 那为何我们要发展这样一型装备 其家族里的各成员又有着怎样的本领和作用 在两栖作战力量的组成中 两栖装甲装备占据的比重可以说是比较重的 相比于此前我军装备的两栖装甲装备 05式两栖系列装甲车辆 最大的特点就是其采用了滑水型车体设计 加之其使用大功率柴油机 大推力喷水推进装置等装备 使其该系列装甲车辆都能达到水面最大航速25公里每小时 地面最高行驶速度65公里每小时的水平 05系列两栖装甲车辆都采用了方向盘式转向操动系统 手自一体自动变速箱 液晶显示平等设计 因此实际驾驶起来十分方便 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说 装备的05式两栖系列装甲车辆中 有以ZLT05式两栖装甲突击车 和ZBD05式两栖装甲步兵战车最为重要 其中ZLT05式两栖装甲突击车 战斗权重达28吨 成员4人装备一门98A式105毫米线堂炮 使用攻坚弹时 可在1500米距离上击穿1米以上的钢筋混凝土 并杀伤内部士兵 且由于该车配备了上反稳向式火控系统 因此在水面上也具备了对岸上目标的动对动射击能力 在实际作战中 丹副为登陆部队提供直射火力支援 并摧毁敌方岸上防御攻势 以及坦克装甲车辆的任务 ZBD05式两栖装甲步兵战车 主要用于承载步兵进行两栖突击 和一定的地面突击任务 战斗权重26吨 成员为3人 另外可搭乘11名步兵 配备有一门30毫米自动炮 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 以及两枚红箭73C反坦克导弹 目前05系列两栖装备车辆 从服役之初算起到如今 已经有十多年了 而如今 该系列两栖装甲车辆 早已是我海军陆战队手中的 主战利器 承担着未来可能的 渡海夺岛登陆作战的 重要作战任务 05式两栖系列装甲车 比国产主战坦克 更早地迈入了世界一流的行列 在国际军事比赛中 其性能全面超越俄罗斯同类车型 轻松取得胜利 从63式到05式的跨越 不亚于从歼7 直接到歼20的意义 在研发之初 就面临种种问题 例如 第一辆圆形车 在重量完全达标的情况下 居然在实验中 让科研人员 眼睁着看到 沉入了水底 央视曾专门制作纪录片 介绍05式车足 在研发时 遇到的种种 难以预料的困难 我们将这段 研发纪录片 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军武速递回复05 看看中国军功协作 05式战车 是怎样诞生的